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疼得泪眼朦胧 牙医的脸在我眼里都是模糊一片了 她微微探身 抽了张纸巾 按压在我的眼尾 吸走了泪水 这才刚开始你就疼成这个样子 等会麻药肯定是药上的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然后示意牙医可以继续了 并且保证 我这次绝对不会自己闭上嘴巴了 钻牙的声音继续响起 我的脑子一抽一抽的疼 嘴里也开始哭号 但是好在是没有自己闭上嘴巴 不过我也知道了一句话 牙医说的疼就举手都是假的 因为她只会软着语气安慰你 我知道你疼 忍忍就好了 还有她说的马上就好 一定是还有十多分钟 她说的正常人都能忍受的疼痛 一定是不能忍受的疼痛 钻牙的声音结束 她开始拆别的东西 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小徐医生 我在外面听着声音 还以为是谁的开水壶开了 怎么哭的声音这么大呀 三秒后 一张戴着口罩的脸从我的头顶上出现 我倒着看着她的脸 还忍不住瞪了一下 哟 还是个小姑娘呢 小徐医生给你处理 还这么疼啊 我 她是长得帅 但是她的脸不是止疼药啊 眼前的眼睛笑得弯了起来 哈哈哈哈 小徐医生 原来还有人不受你的颜值所诱惑呢 徐行之拿起更加细致的钻头 微微抬了我的下巴 张嘴 说明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这张脸的 刚刚张院长找你呢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其实也不是吧 不然刚刚在看医生介绍的时候 我也不会指着她的大头照问这个医生有没有时间 徐行之低垂着眼瞼 很专注地拿着钻头帮我剃掉牙齿上的腐烂位置 真的呀 嗯 杂杂呼呼的医生走了 只剩下我和徐行之 还有一个护士姐姐 刚刚思绪还游走在徐行之好看的眉眼上面 下一秒 酸痛就让我直接痛哭出了声 突然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喜欢上自己的牙医呀 每天看到这张脸 脑子里面就会响起钻头的声音啊 漱口 我坐起来然后把嘴里的水吐掉 护士姐姐抽了张纸 让我擦擦眼泪 我不好意思地冲着她笑了笑 痛觉神经比较发达 护士姐姐弯着眼睛冲着我笑笑 点点头表示自己理解 我没有立马躺下 眼巴巴地看着徐医生 打麻药好吗 不然今天我可能就在你们医院出名了 徐行之没什么表情地看着我 最后还是点点头 让护士姐姐准备一下麻药 打了麻药之后 我正准备享受无痛之牙的时候 她敲敲我的牙问我有感觉没 我点头 过了三分钟她又问 我还是点头 又过了三分钟 我还是点头 该不是麻药对我无效吧 徐行之又补了一针 最后发现我还是有感觉 现在看来是这样的 你以前没有打过麻药吗 我欲哭无泪 从小到大 需要打麻药的时候就这一次了 谁知道会对麻药无效啊 旁边的护士姐姐笑了起来 那也不知道是说你幸运 还是不幸运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了 继续吧 早点做完 早点疼完 于是房间里面又响起了 我哀嚎的声音 结束的时候 我感觉我嘴皮子都枯干了 眼睛都枯红了 治疗过的牙齿也还是有点疼 但是相对于前几天 已经算是好上很多了 护士姐姐默默收拾 刚刚用掉的纸巾 十张纸巾 八张都是给我擦眼泪的 徐行之摘掉了手套 然后让我坐在电脑面前 把我的牙片指给我看 跟我说之后的治疗怎么走 我迷迷糊糊的听着 最后注意到了自己后面的智齿 手指越过那颗坏牙 指到了那颗智齿上面 语气很严肃地看着徐行之说 这颗牙贵吗 徐行之一下就卡壳了 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还好 我们现在说的是你的这颗牙 他的手指放到了我的坏牙上面 最后听完我只明白了一个事情 就是每周都要过来复诊 大概流程要走一个多月 徐行之带着我一起去柜台 等我结账的时候 他正在纸上写着什么 谁知道听到金额的时候 我的眼泪又巴搭巴搭地掉了下来 吓得一旁的护士姐姐和徐行之 连忙扯纸给我擦 是牙还疼吗 我一手攥着纸 一手攥着徐行之的白大褂 然后摇摇头 带着哭腔说 谈得恋爱吗 没钱补牙了 一时之间场面鸦雀无声 最后不知道是谁笑了出来 别的人也跟着一起笑 徐行之眉眼间也带着无奈地笑 我还想争取一下 他们不是说 牙医的家属可以走员工嫁吗 妹妹 你知道想跟我们徐医生谈恋爱的有多少吗 但还是没人像你一样 是为了免费补牙找他谈恋爱的 徐行之眼里盛满笑意 单手勾下了自己的口罩 要不 你回去找你妈问问 什么时间是好日子 徐行之的话有些无厘头 我的脑袋上面飘着三个问号 他慢条丝里的撕下纸条 推到了我的面前 谈恋爱多麻烦 直接结婚吧 这下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只有徐行之还带着笑意看着我 谈恋爱只能保证你这段时间的补牙费用 结婚可以保证你一辈子的补牙费用 考虑一下 疯了 这世界疯了 看着我呆支柱的样子 徐行之笑得更加灿烂了 真不记得我是谁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徐行之的脸 还是没想出来他到底是谁 不应该啊 要是我认识这么帅的帅哥 怎么可能没有记忆呢 这可是要刻在脑子里面的程度啊 见我没反应 徐行之嘴角的笑容微微收敛了一点 但还是带着笑 我 要不给点提示 徐行之 你当初抱着我的腿 还说长大了要嫁给我 记性正不好 听了徐行之的话 瞳孔地震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么不矜持的话了 不说要嫁给谁 我都单身22年了 连男人的手都没有牵过 这下不仅仅护士们吃瓜了 就连准备结账的病人 都一起靠过来吃瓜了 哥 我看我还是回家问问我妈这个事情吧 先走一步 36G走为上策 说完我点开付款码 扫给了前台的姐姐 然后抓着自己的包 就准备跑路 谁知道刚刚踏出大门 身后就有人追来了 我看着大步走来的徐行之 脑子里面闪过了无数种可能 结果他只是把刚刚的纸 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紧张了这么久 那一分钟里面 把我们以后所有的可能都想完了 你就给我一张纸 不死心的我正反都翻看了一下 没有看到什么别的数字 上面是我写的注意事项 到时候如果疼的话 就按照上面的去处理 实在疼的不行了 就来医院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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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并没有借着给我纸条的油头 给我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吗 我把纸条塞到了包里 一抬头就看到面前的二维码 扫一个吧 到时候方便联系我 我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 拿出手机扫了一下他的二维码 等我加上之后 徐行之又问了我一遍 真的不记得我了 徐医生 要不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我是真的不记得了 跟我这样打哑谜也不好玩啊 徐行之的眉头皱了起来 语气颇为傲娇 要等你自己记起我 当初许下承诺的可是你 那你不可能一直等着我到现在吧 徐行之反问我 为什么不可能 介绍一下 徐行之 28岁 单身 我不相信地问 母胎单身 嗯 行吧 都是同道中人 但是我还是没想起来 徐行之到底是谁 难不成我小时候有什么青梅竹马 然后生了病 把他忘记了 不能够啊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身后有人叫徐行之的名字 我从回忆里面抽离 然后抬头看向徐行之 你先忙吧 我一定会记起你的 徐行之无奈看我 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 要是你实在是想不起来的话 你就问问你妈妈 我不太相信你的记忆 说完 徐行之转身回了医院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 他这是讽刺我记忆力 比我妈的都不好啊 生气 但是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还是没想起来 任何关于徐行之的记忆 不得不承认 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妈 我小时候有什么玩得特别好的男生吗 就是那种 可以私定终身的那种 我妈瞇了我一眼 漫不经心道 你是说幼儿园那个小周 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小王 或者是六年级的小陈 也可能是你初中的小高 姥姥家的小赵 我怎么可能跟这么多男孩子有关系 我的记忆里面 不是跟男生连手都没有牵过吗 难不成真的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我把求证的眼神递给了我爸 他笑呵呵地说 你妈说没错呀 你小时候可喜欢长得好看的小男孩了 那段时间又喜欢看电视 有段时间专门牵着你们同学的手说 长大了要结婚的 这真的是我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我犹豫到 妈 我小时候真的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吗 你小时候撞得跟头牛一样 别说大病了 感冒都很少 那那些男同学里面 就没有一个叫小徐的吗 话音落下 我妈和我爸都诡异地停下了动作 也不说话 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堪比恐怖电影的场景 我害怕地抱紧了自己 难不成真的没有这个小徐吗 老关 他小时候捡到那个男孩子 是不是姓徐 好像是吧 长得可好看啊 当时你还夸闺女眼光好 后来他带回来的男同学 你都不满意来着 所以还真的有这事 于是在我的追问下 终于是搞明白了 关于徐行之的事情 当年我才四岁 还是个什么都不懂 天天上学回来 就是看电视剧的小屁孩 有天自己出去玩的时候 带回来了一个小男孩 用我爸的话说就是 去的时候一个人 回来的时候两个人 差点没有把他们两个人吓死 连忙追问我 这是从哪抓来的小孩 让我赶紧送回去 因为那段时间我看电视剧看魔证了 天天拉着我妈 让她给我找个童养夫回来 我妈凶了我一次 以为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谁知道我直接去小区里面 抓了一个男生回来 把他们两个 吓得差点报警 那个时候我才四岁 她怎么说都有十岁了 怎么可能是被我抓回来的 妈你是不是对你闺女 太不放心了一点 我妈拍了一下我的手 你当初在小区里面 可是个小霸王 仗着自己身高高 专门欺负别人 当初我们问那个小男孩 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走丢了 要不要报警 小徐行之罪 开始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无论我爸妈问什么 他一句话都不说 直到我爸说要报警的时候 他才连忙开口 大概就是他爸妈在闹矛盾 没人管他 两个人一吵架 就各自离开 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家 这次也是因为放学回去 看到他爸妈在家吵架 所以才出来的 最后我爸和我妈商量了一下 还是决定留小徐行之住两天 同时也打听一下 有没有人找他 要是有的话 就立马把小徐行之送回去 但是等到小徐行之 自己回家的那天 都没有听到什么地方 有人走丢了小孩子的消息 真是不负责 要不是当时被你捡回来了 还不知道那孩子那几天住哪了 我默默地凑到我妈的身边 您当初留下他 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 我妈瞇了我一眼 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 明明是你抓着他的手 非要让他给你当同养夫 我们怎么扯都扯不开 所以才留下他的 我悄悄地跟我爸对视了一眼 一切尽在不言中 小徐行之只在我们家住了两天 然后就走了 但是我却念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很快去幼儿园上学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就被别的小男孩给吸引走了 时间长了 就忘记了关于徐行之的事情了 所以还真的是我把那段时间的事情忘记了呀 我妈看着我哼了一声 你连六年级的小男孩都记不住了 还指望你能记住四岁的时候捡到的小徐 话操理不操 但是我爸才是抓住重点的那个人 南南怎么想起问这个事情了 你遇到小徐了 我瞪大了眼睛 我妈那么聪明的人都没发现这个事情 没想到我爸居然提出来了 忙生你发现了滑点 我妈的眼神扫了过来 我就都不注视了 就是今天去医院看牙 结果那个牙医就是徐行之 他还问我来着 但是我当时确实是记不住了 我爸嘖嘖不已 看来又是一个长情的男孩 要被我们闺女给辜负了呀 这话说得 好像我处处留情一样 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了解清楚了 吃完饭自自细细刷了牙之后 我站在镜子面前张着大嘴 看着我塞了药的牙 看着看着 我突然反应过来了一个事情 所以徐行之给我做治疗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张了一张血盆大嘴 面对他的 救命啊 这还有什么好感可言啊 我在镜子面前发疯 我爸经过 小声地跟我妈说 南南的精神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是被刚刚的事情打击到了 你女儿不容 你说的话也不小声哎 做完治疗的第一天晚上 终于享受到了 睡觉牙不疼的感觉了 但是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牙又开始隐隐作疼了 到了中午月发的疼了 本来准备下次去复诊之前 都不联系徐行之的我 还是点开了他的微信 我 徐医生 徐医生 我牙又开始疼了 徐行之 很疼吗 我 嗯 还好 但是又不能忽视的那种疼 徐行之 你吃点消炎药和止疼药 观察一下 要是还疼的话 立马来医院 我连滚带爬的去吃药 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的手机 发现徐行之刚刚还给我发了消息 嗯 关于昨天的事情 我正准备装死不回复 但是他显然是早就预料到了 徐行之 不想谈 那到下次复诊的时候聊吧 怎么有种 渣女辜负了别人的感觉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那是四岁的关书咬 干出来的事情 跟现在二十二岁的关书咬 没什么关系了 我 哎呀 我只是刚刚去找药吃了 那件事情我昨天回来问过我妈了 她跟我说了 徐行之 嗯 叔叔阿姨 现在身体还好吗 我想抽个时间 上门探望一下 于是 这件事情发展的走向就变成了 徐行之要上门来探望我爸妈了 时间就定在了 我下次复诊的时候 本来这个事情 我还在想着 要不要跟我爸妈说一声 谁知道后来忙着忙着就忘记了 直到复诊的前一天 医院和徐行之的消息同时提醒我 我蹭了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拉开了房间门 冲着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爸妈说 妈 爸 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呢 明天徐行之要来看你们 我爸妈瞧了我一眼 然后问了句 你的童养夫 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纠结这个 我妈的话说得更直白一点 上门来提亲 什么呀 人家就是来看看你们 我跟他都不熟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以后别提了 我妈凑到我身边 一脚踹开了准备贴过来的我爸 有没有小徐的照片 有他的证件照 发过来 看着我爸妈拿着徐行之的照片 瞧了两分钟之后 我就说 这孩子长大了之后 不会长歪 你还不相信我 行行行 长的是挺帅的 配我家喃喃还是可以的 喂喂喂 话题好像又偏了耶 反正最后的结尾就是 我爸连夜去了趟超市买东西 回来收拾到半夜才休息 第二天还问我 要不要送我过去 我想想还是算了 自己打车去了医院 门口的护士姐姐 还是那天那个 一看见 我就笑开了话 她倒是开心了 我就涉死了 妹妹 徐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进来吧 徐行之确实是已经坐在 诊疗室里面等着我了 今天穿的还颇为正式 躺下吧 我看看你的牙神经 死完了没有 我紧张地躺在椅子上面 张大了嘴 一顿操作过后 发现牙神经还没死完 于是又重新上了药 坐起来的时候 徐行之还微微推了我一把 然后跟着我一起出了门 回去的时候 坐的是徐行之的车 显然28岁的 他已经是事业有成了 确认过眼神 是我啃老才买得起的车 阿姨和叔叔 现在身体都还算好吧 啊 哦 他们身体好得很 昨天下午都还在跟年轻人打篮球呢 用我妈的话来说 整个家身体最虚的就是我了 徐行之的车开不到小区的停车库 只能停在外面 然后步行进了小区 一路上我都在祈祷 不要遇到我亲爱的邻居们 但是谁能想到 打开电梯就遇上了 瑶瑶 交男朋友了呀 我看了眼眼里 带笑的徐行之 硬着头皮解释 阿姨 不是的 这是我的同样服 特么的 嘴瓢了 话音落下 电梯里面的人都沉默了 我反应过来之后 瞳孔骤然放大 然后刚想要解释 那个阿姨就很了然地对我说 这是那个你小时候捡回来的男孩 我愣了一下 感情大家都记得我小时候捡了一个娃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呗 没想到你们关系还挺好的 可以可以 到时候喝喜酒的时候 记得叫我 还没来得及解释 电梯就到了 只留下尴尬的我和没什么反应的徐行之 我苍白地解释道 刚刚他是开玩笑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这个阿姨当初跟我们一起搬的家 为什么 当初不是你说的长大要嫁给我吗 现在又不承认了 我看着徐行之有点头疼 刚好这个时候电梯开了 我转身就出了电梯 算了这个事情扯不清了 一开门 我妈先是看到我 然后目光放到了我身后的徐行之身上 眼睛瞬间放光 我就说我小时候喜欢漂亮的小男孩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都是遗传好吗 这是小徐吧 你好阿姨 我是徐行之 三个人开始了相互寒暄 我坐在旁边吃着我爸今天去买的橘子 还是吃的来得更靠谱一点 徐行之说 当初回了家之后 确实没什么人 发现他那两天没回家 家里的做饭阿姨 以为他被他爸妈谁带走了 所以也没有去问 然后感情最终还是破裂了 他爸妈离婚了 徐行之跟着他妈妈离开了这边 所以当初就是想回来看看您的 但是已经搬到了别的城市去了 唉 真的是辛苦你了 这父母的事情难受的还是孩子 我在旁边听着 也不知道说点什么 反正我妈说我从小就不会说话 干脆就直接闭嘴 聊了几句 我爸就招呼着大家上桌吃饭了 刚拿起筷子 徐行之突然靠在我的耳边说 不要用补了牙的那边咀嚼 少吃点辣的 说完他就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好像刚刚说话的人不是他一样 吃饭的时候 我条件反射的想用平时吃饭的那边 结果突然发现了徐行之的注视 嘴停了下来 把菜默默挪到了另外一边 然后讨好似的对着徐行之笑笑 一转头又发现我爸妈 以一种秘之笑容看着我 吓得我连忙低头扒犯 这个家里可能就只有我一个清醒的人了 小徐有时间就来家里吃饭 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边 也没什么认识的人 徐行之含笑点头 斯文得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 我就想到了钻牙的钻头 简直恐怖 南南你送送小徐 我被我妈连徐行之一起推了出去 然后门在我们的面前关上了 那我们走 徐行之点点头 然后转身往电梯口走 我抬头看了眼他之后就不敢再看了 总感觉现在怪怪的 下楼的时候倒是没什么人 可能这个问题有点貌美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你 我抬头看向徐行之 示意他可以问 你现在还是单身吗 真好 这个问题确实挺貌美的 但是我还是如实说了 虽然我妈说 我小时候男生缘好一点 但是长大了之后 感觉就像是没有了一性缘一样 单身到现在 我耸了耸肩 表示这些对我来说 其实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在意的 怎么就找不到对象呢 不过想想 徐行之长得这么帅 还单身了这么多年 瞬间心里就平衡了 马上就要到门口了 我看到熟悉的门卫大爷 刚想要招手打个招呼 谁知道徐行之靠在我身边 那我可以追你吗 我猛地转身 看着徐行之 想在他的脸上 看到开玩笑的蛛丝马迹 但是没有 他很严肃地看着我 你来真的 嗯 最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 这不是开玩笑的 是我思索了很久才决定的 我想到小时候的事情 虽然那个时候的我不记得了 但是徐行之那个时候已经十岁了 他对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记得很清楚 但是这不代表可以因为 小时候的玩笑话 而决定长大后的事情啊 你是不是因为小时候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徐行之打断了 他略有些着急道 不是 这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打断你的 但是这跟小时候的事情 没什么关系 徐行之这个时候 没有了前两次 我见他的那么稳重 说是28岁了 但是看起来跟大学里面的 毛头小子一样 我忍不住发笑 我是成年人了 我自己的心思 我肯定是知道的 虽然小时候你 对我确实有恩 但是我也不至于到 以身相许的程度 徐行之的语气 带着些许的委屈 又有点急切 想要解释这个事情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但是我们才见了两面 对我来说 我们一点都不熟悉 所以这个事情 我肯定不能立刻给你回复 徐行之像是放松了一样 长虚了口气 我知道的 刚才我就在想 这些话会不会唐突了你 但是想想还是表达自己的心意更好 我可以等的 也可以让你有时间来了解我 只要是你觉得我这个人不好 你可以随时叫停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看着徐行之 突然在想 是不是所有人谈恋爱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又想到读书的时候追我的男生 好像也不是谁都像徐行之一样的 徐医生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活在古代呢 大家都有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 我也不讨厌你 那我肯定是要给你个机会的呀 徐行之彻底放松 然后嘴角勾出了一抹笑 以前看朋友们追自己喜欢的女生的时候 紧张的样子 还体会不到当中的意味 现在才知道 他们的反应是一点都算不上夸张 送走徐行之 我独自上了楼 结果一推门 就看到我爸妈以非常八卦的眼神看向我 您两位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南南过来坐 过来坐 我坐在了沙发上 正好夹在我爸妈的中间 小徐跟你表白了 我惊讶地转头看向我爸 他们在我身上按了气听气 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怎么就知道了 我妈一把拉住我的手 是不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知道 刚刚吃饭的时候 小徐的眼神都快黏在你身上了 我们都是过来人 一看就知道是个没谈过恋爱的毛头小子 一点都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情绪 好家伙 我是一点都没感觉出来呀 我就光知道徐行之一直在看着我吃什么东西 看我有没有用补牙的那一侧吃饭 看我有没有吃太硬的东西 原来他们都是个怀心思 只有我一个人是认真干饭啊 所以你们对他是什么印象 我爸先发表意见 风度翩翩 一表人才 看起来也是斯文人 还是医生 是个好工作 人也有礼貌 但是更深的东西 就要你自己去多了解了 我妈随后跟上 看得出来对你也好 但是你们才见了两面 对对方还算不上了解 所以妈妈的意见是 多观察一段时间 要是真的喜欢 到时候再叫他以别的身份上闻 我没想到我爸妈居然会这么跟我说 最开始看到他们对徐行之那么满意 还以为他们恨不得 现在就把徐行之留下来当女婿呢 靠在我妈的肩膀上 脑袋蹭了蹭他 还以为你们两个 现在就恨不得让徐行之来给你们当女婿呢 喃喃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第三次去医院的时候 感觉到大家看我的眼神又变了一下 徐行之还在给上一个患者治疗 所以我在外面坐着 无聊的时候 跟护士姐姐聊天 你不知道啊 我歪头 我应该知道什么 护士姐姐看我一脸懵圈的样子 八卦的凑过来 就是现在医院的人都知道 原来是徐医生追你 不是你追徐医生 我满脸问号 最后在护士姐姐的解释下 我才知道了 原来上次我来复诊的时候 徐行之又跟着我走了 然后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在他们医院的群里说 我是不是追到了徐行之 怎么徐行之班都不上了 就跟着我走了 从护士姐姐的表情中 我觉得可能大家说的话 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很快 徐行之就冒出来了 就一句话 徐行之 不是他追我 是我追他 大家不要再讨论这个事情了 以免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徐医生在医院里面 是个很高冷的人 基本上不参与大家的讨论的 没想到 这次他居然站出来说了 后来大家就一句话 都不敢说了 我点点头 心里一股暖流流过 这个时候 刚好徐行之从房间里面出来了 我跟护士姐姐走了进去 刚在聊什么事情 我一边在椅子上躺下 一边回答徐行之的话 你怎么知道 我们刚刚在聊天 刚刚出去的时候 刚好看到你在跟小周聊天 那么开心肯定不会是自己 在自言自语吧 哦 就是聊了一下 徐医生前两天在医院大群里面说的话 很开心 当然了 没有人不喜欢自己被肯定的感觉吧 那希望你等会儿结束的时候 也能这么开心 徐行之真的是 偏偏在我最开心的时候说 让我不开心的话 这次时间很长 虽然牙神经死完了 但还是有点疼 而且张嘴的时间太长了 长到我最后的时候 下巴感觉都快脱臼了 今天还有工作 不能送你回去了 没事 麻烦徐医生 也不要天天想着谈恋爱的事情 好好上班才是真的 徐行之嘴角带笑 怎么说是谈恋爱的事情 这不是还在追吗 道别了徐行之 我踏上了回家之旅 嘴角的笑容到家的时候 都还没有落下 原来谈恋爱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啊 最近 徐行之偶尔会约我出去玩 很多时候都是他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就只需要出去玩就行 简直比我妈准备的还周到 在相处中 我也能感觉到徐行之有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他真的很快就能意识到 简直就是个合格的男朋友 甚至在跟我朋友见面的时候都可以做到面面俱倒 你知道吗 我朋友那么挑剔的一个人都对你赞不绝口 徐行之把烤好的烤红薯塞到了我的手上 又帮我拿下的奶茶 揉了揉我的脑袋 那真的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跨年那天晚上要不要去看烟花 时间一转眼居然就要跨年了 我们相遇的时候好像是刚刚夏天 都过了大半年了 那天应该会陪爸妈吃饭 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吧 话音落下 徐行之却停住了脚步 我转身带着疑惑的表情 看他 他连忙追了上来 是准备给我一个名分了吗 我吃了口红薯 点了点头 都追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都不知道主动提呀 还以为你不在乎这个事情了 徐行之牢牢地拽住了我的手 然后弯腰抱住了我 我知道咬咬自己有主意的 我要是催你了 不就是在给你压力吗 可能是一切都太过于顺利了 所以在跨年那天 没准时等到徐行之的时候 我的心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从来不会迟到的 我给徐行之打电话 但是没有一个是接通的 是不是医院那边还有事情 我手有些发抖 我宁可他是记错了时间 也不想他是因为医院的事情 导致他迟到了 他们很少会发生医闹什么的 但是万一呢 怕的就是这个万一 南南没事的 你再打一下 可能是没听到声音 我点点头 然后起身去了外面 电话打了很多个 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接通的 在最后一个电话拨过去的时候 我想 要是他还是没接的话 我就直接打车去医院 好在这次接通了 但是那边的声音很嘈杂 行之 你那边出什么事了吗 徐行之没有立刻回复 声音越发地嘈杂 还夹杂着几声骂人的话 我喊了几声 还是没人回应 我才发觉 应该是他不小心接到了这个电话 这个时候 徐行之的声音先是盖过了所有人的 三秒钟的安静之后 传来的是大家的呼喊声 手机发出砰的一声 像是坠落到了地上 我等不了了 挂断电话之后 连忙推开了门 爸妈 行之那边可能出事情了 我要过去看看 你们就留在这边吧 我一边说 一边走过去 捞起自己的外套穿在身上 连精心打扮的头发都来不及顺了 匆匆忙忙地往外走 南南 需不需要爸爸送你过去 不用了 您在这里陪妈妈吧 要是我处理不好 我再给你打电话 说完推开门我就跑了 手机上的打车软件已经满了 我只能去餐厅的外面碰碰运气 好在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 刚出去就看到一对小情侣从车上下来 我连忙坐了进去 报了徐行之的地址 然后继续给徐行之发消息 都是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回音 师傅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能不能开得快一点 我尽量 现在大家都在外面 赌得很 在交集的情况下 我总算是在半个小时后 到达了徐行之的医院 就在我结账往医院里面跑的时候 收到了徐行之的消息 我站在走廊的这头 看着走廊那头的他 白大褂沾着血 左手被纱布缠着挂在手上 眉头紧皱 焦急地看着手机 却在手机上装作没事地给我发 徐行之 南南 我没事 你不用过来 徐行之 我马上就要过去了 帮我跟叔叔阿姨道个歉 是我耽误时间了 看吧 他就算是手都受伤了 却还是想着给我道歉 说耽误去吃饭了 我挂断他的电话 他像是有什么感应似的 转头看向我这边 我眼眶里面带着泪 却倔强地不想让他掉出来 南南 我快不走过去 真的很想跑过去 但是却还顾及着 这是医院 这就是你说的没事 徐行之把手机塞在白大挂里面 然后想帮我擦眼泪 但是他的另外一只手上 也沾着血 别哭 我手脏 没法给你擦眼泪 你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啊 不能去就不能去呗 都伤成这个样子 还去吃饭 一顿饭就这么重要 重要的 这可是我第一次 以南南男朋友的身份去吃饭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低着头 不想让徐行之看到我哭的样子 眼泪掉在地上 徐行之叹息了一声 拉着我的手 左转右转 到了他的办公室 看得出来是刚刚收拾好 他把我摁在椅子上 想自己去洗手 但是单手实在是不好操作 最后还是我红着眼睛 把他的手拉到水龙头那 好好地搓洗了一番 是另外一个医生的病人 在治牙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产生了矛盾 今天那个医生休假了 所以他就找到了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徐行之 微凉的手刮过我的眼尾 无奈笑道 可能医生对他来说 都是无差别的吧 我抱住了他的腰 虽然他很想把我往外面推 你再推我 我们就分手 他无奈地单手抱住我 喃喃 可以生气 但是不可以说这个 我知道了 但是下次你一定要答应我 先保护自己 再说别的事情 我不想你受伤 徐行之拍了拍我的背 这次是意外 下次不会了 吓到喃喃了 对不起 我从徐行之的怀抱里面 抬起头 捂住了他的嘴 庄兄 不准再跟我说对不起了 你自己叔叔 今天晚上跟我说了多少句对不起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徐行之笑 好 所以叔叔阿姨那边 我出来的时候 跟他们解释过了 这顿饭吃不上 还有很多顿饭 等你守好了 我们再约就行 好 因为这场一闹 又去了派出所 徐行之关上了自己的办公室门之后 才牵着我出了医院 随便找了家饭馆 吃了我们的跨年饭 虽然很简单 但是却吃得很幸福 吃完饭 准备送徐行之回家 但是他却拉着我往江边走 手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还去外面玩 徐行之拨了拨我头上刚刚买的发菇 不是说好了今天看烟花吗 没陪你吃饭 总不能这个都食言吧 我当然是想跟徐行之一起看烟花 一起跨年的 但是又担心他的手 不用担心我 不是很严重的伤 就是看着吓人而已 我牵着他的另外一只手 最好是这样 江边已经有很多人了 但还是有一些 视野好的地方没有人 我和徐行之连忙站过去 在大家的讨论声中 拍下了一张一张的照片 也回了我爸的消息 最后在倒计时的时候 跟徐行之数着倒计时 在最后一声新年快乐的同时 他靠在我的耳边说 我爱你 我把手机的摄像头翻转 在徐行之诧异的眼神中 脸角说 我也爱你 然后贴上了他的唇 徐先生 很荣幸在这么多年后 能遇见你 希望我们往后的岁月 年年长相伴 岁岁有金招 被官家父母送回家之后 偌大的房子里面没有一个人 一切都跟我两天前离开的时候一样 没有人记得我 没有人管我 第二天他们回来了 但是是来告诉我离婚的消息的 我妈问我想跟谁 我知道最有可能留在这个城市的 就是我妈 所以我选择了她 但是这次我想错了 我妈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城市 给我转了学 速度快到我根本来不及 去找那个说 长大之后要嫁给我的小女孩告别 甚至没能给她留下一句话 那个时候的我 没有能力从遥远的北方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在等 等到我能够独自生活的时候 返回了我的家乡 却没能够在那找到她 他们说原来她在我离开的那年 也搬走了 但是我还是在那住了下来 找了工作 怀着期待想着万一哪天我们就遇到了 28岁那年 她躺在椅子上的时候 我的心告诉我 找到了 趁着拍片的时候 我看了她的资料 真的是她 最开始是激动 我也没想对她有什么想法 毕竟我们见面的时候 她才四岁 我倒也没有对这么小的小孩 产生什么想法 但是这次遇到之后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问自己 对她到底是什么想法 再见她的第二面 我确定了 是喜欢 是一见钟情 我想用最好的方式去对待她 但是总归是第一次恋爱 还是有很多不足 但是她总是笑着对我说 行之 很好了 我身边的男生 没有人比你做得更好了 但是 我想做得更好 因为她的爸爸给她的是最好的 不能在我这儿就大打折扣 快年那天 我想的是正式地提出结婚的想法 只是提 并不是想逼着南南跟我结婚 但是意外发生得很快 在那个男人撞过来的一瞬间 我想的是 手不能费 不然抱不起南南 好在也只是小伤 本来是想瞒着她的 没想到她早就跑了过来 看着她的眼泪 我感觉心都要碎了 她说让我以后第一时间都顾着自己 我想我会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抱负 我只想守好她 这是我们跨的第一个年 以后还有很多 年年岁岁 我们都会在一起 谢谢南南 出现在了我并不快乐的人生中 给了我光 我爱她 我爱她 永远 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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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